由汐止区公所主办的新北好茶汐止区冬季包种茶比赛 在农会的休闲中心展开 今年有56件的茶叶作品参加比赛 在整个评鉴过程当中 评审们相当的严谨 每泡茶都来回鉴赏两次才做最后的裁定 当天汐止区长也到现场关心 茶龙们也在旁边关心整个结果 因为这是他们辛苦栽种的成果 今年的汽车拆收地的汽车算不错 做起来的汽车稳定 今年的汽车算得很好 举办我们汐止地区的一个冬茶的一个比赛 那今年有56点的一个茶进来这边 我们目前正在会场当中 由我们的茶盖厂 以及文商农场的专家帮我们做评鉴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一起来推广我们文山包种茶 这部分是我们汐止的一个特产 今年我们冬季北部地区的气候非常的顺畅 所以茶叶在生长 还有在加工期间都有遇到好天气 尤其是越晚冬品质越好 那我们汐止又是北部茶区最晚比赛的 所以很多好的茶都还有机会交到我们的 汐止区公所的比赛会上面 所以我们今年喝起来 整体的茶叶品质都在均上 再来的话就是冬茶的味道都非常的鲜明 比以往更加的鲜明 生长齐集收成时天气平顺 虽然量少不过品质不错 冬茶味道都比往年还要鲜明 只见现场先将每个点的茶叶摆放出来 趁一定的重量到白色的杯子里 接着再加进热水 而好的茶当然得色香味俱全 所以可以看到几位专业的评审 先是仔细的观看色泽 在整个走了一遍之后再一一的闻味道 接着拿起汤匙咬起茶汤品茶 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再来是农民的技术也越来越精进 加上是这个干燥程度 茶叶的干燥程度今年也是做的特别好 因此呢我们细子茶的这个稳定性 大家不用担心 文山包种茶买回去的话 一定是非常的耐厨放 那其他的茶都非常的好 买到一定会物超所值 冬茶品质比往年好物超所值 当时当前评比结果出炉后 接下来群公所也将举办 颁奖联礼鼓励优秀的茶农 这场会的音细指采访报道